大家好,那么上节课咱们讲了对于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咱们该怎么样用TensorFlow给它浮现出来 咱们是不是说先要把这个咱们整个网络架构给它定义好 比如说第一层是卷积层,然后卷积层后面连了一个软路机关卡数 软路后面又有直化层,那么第二层又什么,第三层又什么 咱们需要先把这个层次给它指定好 然后对于每一个层来说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权重参数还有偏执参数 比如说这个WCE,还有WCR,还有这个WD,WD2 分别是咱们的这个卷积层还有全连接层需要的参数 咱们需要先把这个参数给它的股价给它定义好 它的股价就是说咱们的一个filter,它的一个filter的H,filterW 以及这个filter连接的输入还有输出 这个就是说咱们的一个权重参数的股价吧 当咱们要训练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的时候 咱们需要先把这些网络的结构 以及它这个股价 还有就是说它这个filter里边的一些参数都给它指定好吧 这是咱们要训练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那么这节课咱们要做的跟上节课稍微有一些不同 上节课咱们是去训练一个网络吧 这节课咱们是把人家训练好的一个网络拿过来 用人家训练好的参数咱们来去跑一个输入 看一看这个输入在每一个层上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做的这么一个事 咱们今天就要是先把人家训练好的一个VGG 这个VGG就是有16层或者是16层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卷积神经网络 在这里咱们今天拿到的是一个人家训练好的一个19层的网络 咱们要把这个19层的网络拿过来去跑一个输入 然后把输入里每一个层的一个特征图给它可实化的显现出来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目的 那么既然咱们要用人家训练好的网络去跑咱们自己的输入 是不是说咱们第一步先要把人家每一个层的参数都给它拿到手 比如说对于这个19层的VGG来说 咱们就要对于每一个有参数的层 比如说这些卷积层 先把这些卷积层的W参数还有B参数都给它拿过来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这个文件就是已经下载好的一个VGG19的一个网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是有500多兆的 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权重参数还有偏质参数加起来是非常多的 它的大小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下一步咱们干什么 下一步咱们来看 咱们定义了这样一个Net的函数吧 在这个Net的函数里咱们就要来做这个加载参数的操作 首先咱们来说加载参数 是不是说我拿过来一个参数 要知道这个参数对应的是什么吧 所以说首先在这里咱们定义了一个Layers 这个Layers里边就包含了咱们一个19层网络里边 每一个层的名字 咱们需要做的就是说让这个层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Conver11 对于这个卷积层来说 它有一个对应的W还有对应一个B吧 咱们要做的就是说让这些名字和它所对应的这个WB 能联系在一块 咱们一会儿要做这样一个对应的操作 然后咱们是怎么加载 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VGG19这个模型 它是一个我们看 它是一个.Mate的文件 那么首先咱们要加载这个.Mate的文件 那么咱们这里是用了这个Screepy的一个Io 咱们load的一个Mate 咱们这个Datapath就是咱们刚才给大家看那个文件的一个绝对路径 咱们需要先把咱们这个VGG使用的这个.Mate文件加载进来 这个.Mate文件里边呢就包含了咱们需要的这个权重参数 以及啊偏执参数 这里啊大家看啊这里有一些代码可能看着比较啊 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直观 这里呢我又单独啊给大家写了一下 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一会儿啊究竟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这里啊先是一个CWD啊等于OS.getCWD 这个CWD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首先啊要找一下咱们当前的一个路径 咱们来看啊就是说现在我是打开了这样一个Notebook吗 其实啊我打开了这个Notebook它已经啊帮咱们初始化了一个路径 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Notebook啊我们来看咱们现在的Notebook啊指定的是这个一个路径 那么也就是说啊现在我要告诉我的编辑器我的当前的一个路径是什么 OS.getCWD的意思啊就是说找到咱们当前的一个路径 然后呢这个VGGPath啊在咱们当前路径里边的这个data文件夹下面的这个文件 也就是说啊咱们现在这两行代码啊是帮咱们找到了一个这个19层的VGG的一个绝对路径 找到它的它的路径之后啊咱们就可以借助这个script它有一个loadmat的一个函数 咱们可以把咱们这个.mat文件给它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之后啊咱们接下来啊就可以去取它的权重参数以及偏制参数了 那么这里啊咱们还做了一个额外操作 就是说啊咱们在训练啊不是说咱们 就是说啊咱别人在训练这个VGG199的时候啊 它做了一个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先把输入拿过来 然后呢对于所有的输入啊进行了一个减均值的操作 也就是说啊所有的输入都去在这个RGB三个通道上分别减去三个通道的均值 那么啊咱们需要先知道它们减的这个均值啊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看这里啊我print了一个min print这个min啊就是说咱们打印出来的是三个数值吧 这三个数值啊就是咱们三个通道的一个均值 因为呢人家在训练这个VGG的时候啊 它是做了这个减均值的操作 所以说呢在咱们测试的时候啊 咱们也需要把咱们的输入啊做相应的减均值的操作 那么咱们先把这个min pixel啊给它保存下来 一会儿呢当咱们对咱们输入数据啊做处理化的时候 咱们就需要用到这样一个参数了 然后啊下面也比较一个重点的就是说 咱们需要把它的这个权重参数 以及这个w和b给它取到手吧 咱们该怎么取啊 这个东西啊取起来稍微有一点抽象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可以先给大家打印一下这个base 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它这个格式里边存在这个base啊是长什么样子的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它这里边存的一些 我们看啊这些一些负的零点几啊还有一些正点数啊 这些数就是它的一个权重的参数 那么咱们来看啊就是说这个权重参数啊 它是不是有着这样一个啊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叫一个规格吧或者说叫它的一个骨架吧 我们看啊这外面两个大括号 里边又打括号 里边还枪欠了一堆括号吧 那么这些括号啊就是说 咱们首先需要知道人家给咱们保存的这个模型啊 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啊 去存的这个w还有b 嗯就是说啊咱们怎么知道呢 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啊 第一种方法是一个比较友好的方法 人家在给人家在上传这个vgg模型的时候啊 可能已经说了 这个vgg模型啊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第一层结构什么 第二层结构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可以可能说啊 给你一个简单的说明 下一种情况下来说呢 就是说什么也没说 那么对于这种什么也没说的情况下 咱们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需要自己的去数一数了啊 看这里啊 我做了些什么事啊 这里有好多个0啊 这些0代表什么 这些0啊 就是说我实际的需要去数一数 哎呀到底是第几个维度 代表着咱们当前这个层的w还有b 那么关于啊 这个维度的数啊 就是说这里啊 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数起来啊 是比较麻烦的 大家需要一点点试 比如说先打印出来这个 D0号是吧 看一下D0号的shape 然后呢打印两个0再看一下shape 三个0再看shape 四个0再看一下shape 咱们一步一步的看下去 看一看究竟到哪一层结构 是咱们真正想要的这个w还有b 那么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东西啊是非常痛苦的啊 刚才我也是在去选这个w和b的时候啊 试了好长时间啊 终于知道了 它这个网络的这个 它定义好的这个啊 整体的一个维度啊 或者说整体定义的模型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的 那么这里啊 我就直接给大家来打印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位置啊 给它注视掉 咱们来打印一下 看一下它的shape啊 分别是多少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这里呢 我们看前面的这些0 就是说选定到你的一个 就是说选到啊 咱们当前需要的一个 这个层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里呢 有第一个层 其实咱们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说让它是0啊 它就是咱们现在指定的一个卷积层 让它是1呢 它就是一个软路 然后啊 再往后是什么 再往后啊 就是说按照咱们这样一个规矩吧 比如说0代表这个conver1 这个1呢 代表软路1 然后呢 代表conver12 软路12 按照咱们这样一个规则啊 去排下去的啊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第一个维度 是这个意思 那么后面维度啊 就是说咱们需要一个个式啊 看它的结构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最后这个0 一代表什么 最后只有两个选啊 最后的时候我看了 其实你可以打印一下 再大家来打印一个东西吧 这块咱们再来打印啊 如果说啊 咱们不打印最后一个 咱们来打印一个倒数第二个 再打印一个shape 我们看啊 它这个shape是什么 它的一个shape是2吧 也就是说啊 它这个是把这个w和b啊 是存在一起的了 然后呢 这个0啊 它是代表这个w 这个1呢 代表的是这个b的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这两个 就是一个w和b的一个形状 对于这个w来说啊 这是咱们的第一层 个卷积的w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是一个33364 也就是说 它连接的一个输入 是一个三通道的 然后呢 它的filter是3 filterh是3 filterw也是3的 它的一个输出啊 是64的啊 就是说 咱们第一层啊 是要产生64个特征图的 那么对于这个b来说啊 也是一样的 它就直接等于这个64 那么这一步完成了 是不是说 咱们就可以 进行一个不断的 对应的操作啊 对应的操作 咱们就需要知道 这个conver1这个层啊 它的w和b是多少 conver1这个层呢 它的w和b啊 又分别是多少 那么这里啊 咱们先定义了一个 knight的字典结构 在这个knight的字典结构当中啊 咱们就要不断的去啊 去保存咱们的一个前向啊 就是说前向传播的一个结果了 前向传播的结果是怎么算的 比如说 咱们现在有了这个 conver1层的一个w和b了 咱们现在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输入啊 比方说 随便输进来一张图像 有了conver1层的这个w和b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对咱们的输入啊 进行一次卷积操作了 进行一次卷积操作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一个 conver1层的一个输出的结果了 在这个knight 它是一个字典结构 在这个knight里边啊 咱们就要去保存 咱们这个conver1 或者说远路1 conver1 每一个层的一个输出的结果啊 大家注意点 咱们保存的是一个结果的值啊 咱们最终需要的 也是这样一个结果的值 咱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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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看一下